激電器其實是在我們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 那麼激電器可以做什麼呢 它就是利用一個小電流 就是說像我們微處理器 然後去做一個開關 那這個開關會出一個大的電流 比如說今天要實驗的就是交流電 我們可以把交流電導通 那麼你後面如果是一個插座的話 那麼那個可能是一個電燈 可能是一個怎麼樣的設備 它就被導通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小小的危險 因為AC你不小心你就會被電到 當然短時間可能會有點痛而已 你長時間摸AC的電 那就可能會受傷 所以我們同學在做AC實驗的時候 AC交流電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個我們一般的這個電 3伏特5伏特 我們大概不會有影響 那110伏特的話 那我們就會感受到那個電的壓力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這個激電器的模組 激電器有什麼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寫程式 來使用這個激電器 那一個簡單的應用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也許不是PIR 這個PIR就是可能偵測到人 那麼現在燈光很暗 我們就把relate 然後打開 那relate接著一支一盞燈 所以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智慧的燈光 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這個比如說窗簾 我們用一個光的感測器 然後早上那個光 這個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那我們要起床 所以我們就用relate 然後啟動馬達 把這個窗簾把它捲起來 像這樣的話 都需要一個小的這個電流 就像一個relate 去取一個一個大的電流 比如說一個窗簾的馬達 或者是這支屬於AC 或者可能是比較高的電壓的DC 所以AC跟DC 都可以透過relate去控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激電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應用 現在最常見的大概就是電子鎖的 現在不是很多家都有一些電子鎖 那電子鎖就是你輸入密碼 然後呢 當這個密碼成功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開手這件事情這樣 那就是一個簡單的遷入式器 有點像我們把keyboard 然後加上我們的relate 那relate去控制一個電子鎖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這種 這種這種這個鎖門的這個動作 或開門的這個動作這樣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電動的窗簾 就是說 我們這個真正到光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早上的窗簾呢 可以自動把它捲起來 那麼車子裡面呢也都是 車子裡面大堆電池吧 比如說你把這個按摩鍵 然後這個電動窗就會關起來 或者按某個鍵 我們可以這個這個四個門 可以把它鎖住 這些也都是 像門禁系統也都是 像門禁系統裡面按了幾個鍵 然後門會打開 這種也是屬於 像我們這間教室 外面的也是一種用電磁法的應用感 那在汽車控制裡面又更多 電磁法 那電磁法其實還可以控制水 油 控制水啊還有油 那水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這個交水的設備 我們就是用電磁法 然後讓水可以通過跟不通過 那油管也是啊 我們加油機裡面的 其實也是一個油 也是可以透過電磁法 然後去做油的導通 跟油的不導通這樣 所以它的用途呢 其實是非常廣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說 這個 寄電器裡面是怎麼做的 那 電磁法就是寄電器呢 在進步的延伸 那寄電器呢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沒有接設備的 那這邊呢 就可以去接三個接角 所以我們待會來看說 我們如果是AC啊 或者是我們是DC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接角要怎麼接 那這是我們的控制端 我們控制端可以讓 比如說AC通過 就是把它導通 那麼它就可以 這個導電 導電就是已經打開那個設備了 那早期其實我們的遙控器 控制我們的那個 這個電池 你按的時候會嗆一聲 那其實就是一個電池法 一個一個計電器 一個計電器導通的這個 這個現象 那我待會介紹為什麼它會嗆一聲 那現在的電池比較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 叫SonicState 也是用半導體的技術 SonicState Relay 這種的話就不會有 恰聲 就是說它的 當然它的壽命可能更長 如果說這個設備沒有壞的話 你是開啟幾千萬次 幾億次都不會有問題 那不會有恰聲 那我們現在呢 用的是機械式的 就會有 恰聲 我們可以T的到這樣 那我們實驗是用這種比較傳統 機械式的 機械式有機械式的好處 就是可以完全斷線這樣 我們看一下說 Relay Relay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可以 就是一個電子控制的開關 其實它就是一個Edge Error 那讓這邊的小的訊號 可以讓這邊大的訊號導通 然後導通就是去使用它 去區隔它 那所以呢它有一個叫做 控制的輸入回路 這邊是我們控制的輸入回路 然後另外有一個大電流的輸出 這是我們大電流的輸出 那所以中間這就是我們的計電器 應該是說整個是我們的計電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計電器它的一些結構 那待會兒會來介紹一下 計電器它的一些作用 基本上呢 計電器就是一個線圈 所以當我把它導通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產生所謂的磁場 那磁場的時候呢 這個毛就會被吸引 吸引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把它往上點 所以會有搶一聲 接住會有搶一聲 那有時候會有火花 所以這個relate呢 其實也不太適合用在 比如加油的這個場所 因為它有可能會有火花 那另外就是說 這邊就會導通了這樣 所以這邊的回路 就是我如果可以接DC或AC 我們現在如果接AC 110或220 那麼這邊就會導通 它導通的話 這邊就是 有點像是一個開關 那我們如果是電視的話 電視就打開了 如果是微波爐的持控環 那麼持控環就會輸出微波這樣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考試裡面呢 有一個就是控制什麼 按什麼off 比如說這個轉盤 或者是持控環 其實就是用我們這個計電器 來實現 那我們待會用動畫來描述它的作用 這樣 所以計電器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比較小的電流 然後可以控制一個非常大的電流 那這個大的電流甚至可以造幾千伏特的這個電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以家庭來講的話 那個電就是110AC 或者是220AC 看你的設備的一些規格這樣 那通常220的這個power呢 是比較 就是 就是它的 其實是用電效率來講 就是power是比較高 但是 實際上是比較危險 就是說 會 不小心電池的 那機率就高很多這樣 所以我們家裡大概就是冷氣啦 是220的 那冰箱 現在都做成110這樣 那實際上市面上我再買一種 就是把110 然後調升為220的這些設備 這個也都是有的 那在電路中 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小電流控制大電流 那小電流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電晶體 然後讓這邊導通這樣 那我們剛才講說導通之後就會產生有線圈 線圈的話呢 這個電流通過線圈就會產生磁場 磁場就會去吸引這個鐵過來 那吸引過來的時候 它就把它推敲出去 讓這個大電流通過這樣 所以呢 它是用小電流去推動大電流的一個裝置 那這裡面呢 也有一個自動調節安全保護的機制 那這什麼意思呢 在我們的這個電磁法裡面呢 我們通常這邊 就是說我們這邊會用光的 這邊如果導通的時候呢 這邊會送出光 送出光 那送出光就是沒有火花嘛對不對 然後送出光的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光電晶體 讓這邊導通 所以呢 它這邊是我們小電流的回路 這邊是我們大電流的回路 中間是沒有接觸 所以這邊所謂的安全保護就是 它可以透過光 然後讓這邊的光的二極體導通 然後來做這個電流 就大電流的導通這件事情 後面有個電路可以看得到這樣 那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種轉換的電路 然後就是這邊透過這邊的導通 讓這邊的大電流可以通過 那一般的小的機電器 大概就是我們家裡 像我們這邊用的 你如果看一下說 我們現在手上拿的 它其實是有一個規範 這邊其實會有寫 你看10A有沒有 10A就是說它可以250伏特AC 10A 所以最大是10A 那麼我們一般的這個 都會到7 然後另外就是DC 就是DC可以30伏特的直流電 也可以這樣 當然你110可以10A 那麼250 250可以10A 那110當然10A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也有它能夠承受 多少的安培數 跟電壓數 像它DC就是只有 看起來是30 對不對 好像30V DC 直流30V 然後交流可以到 就是250V的這種電 這樣 那當然我們就會去拿 一個這個設備 然後拿一個這個 就是電路這樣 那當然我們再去拿 我們再講怎麼去做界線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計電器 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 激電器的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開關 就是我們送0或送1 那我們這邊是用到 D8跟接角 我們用到D8 把它輸為0跟輸為1 那其實就是控制一個電晶體 它的導通跟關起來 那如果說它是 這個open 就是沒有接的時候呢 那麼它這邊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的話 這個毛就不會被這個 這個磁場所吸引這樣 所以這叫段路 就是段路 這就是在叫段路 好 那如果說我們這邊供應一個電壓 然後把這個電晶體導通 那麼它就是形成所謂的回路 形成回路 回路的時候呢 我們講說這邊有電流 電流會產生磁場 磁就把這個磁力 就會把這個細貼 把它吸下來 所以瞬間產生磁場 所以那個撞下來 就會敲一聲這樣 然後就會把這個接觸點 推過去 那推過去如果這邊是一個電燈泡的話 那麼這邊的電燈泡就可以 這個 這個 點亮 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是用這邊的on 跟off 來做這個事情這樣 那計電器其實 有些是 像這種計電器 像我們 像我們的那個 在這個 在這個 什麼 在這個旅館裡面呢 它其實是有 好幾台 計電器 它可能有 有16個 計電器 這樣 那我們這個是4個 計電器 形成一組這樣 那我們可以 稍微仔細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內容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這邊有接角 這邊有接角 這樣看得到嗎 這有接角 那這個接角呢 它是有VCC 跟Ground 然後中間有12344個 那麼12344個分別控制1234個 那當然有兩個的 你想 這個有4個的 也有兩個的 也有8個 也有16個 這個是非常多的 這種計電器是非常多的 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光 光晶體 這個 這邊就是所謂的 大家也會講到一個 光電晶體這樣 這個光電晶體 光電晶體就是 我們這邊 給它1或給它0的時候呢 它會送出一個 一個 一個光 光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一個 光的 二極體 去接收 所以使得 這邊的電路 這邊是我們 AC的電路 跟我們這個 微電 比如說我們這個 3.3伏特 或5伏特的這種電 是 不打通的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 我這是打通的話 這邊高電 我突然有個 Sharp過來的時候 會傷到 這邊的 晶片 這樣 所以它通常會 做這樣的一個 保護 好 那這裡是四個 四個裡面呢 這邊通常都有三個 好 那我們來解釋說 這三個呢 三個接角呢 到底是要怎麼接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一般的 這個設備 它會有什麼樣的 這個規範 就是說 這個計電器的種類呢 最主要有四種 有四種 然後它叫 用 Pole 跟Straw 來分的 那最簡單的 當然就是 Single Pole Single Thraw 的這種方式 這樣 那Single Pole Single Thraw 就這樣可以講 這個就是一個Pole 然後這是一個Straw 所以呢 這叫 單刀 單磁 Single Pole Single Thraw 那所以 我們很明顯呢 它這個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邊呢 供應一個電 然後會產生磁場 當會產生磁場的時候呢 這邊就被吸引 那吸引的時候呢 就導通 那這個刀 就是說 它有幾個導通點 這只有一個導通點 它就叫單刀 這邊有兩個導通點 就叫雙刀這樣 好 這就是我們 一個Single Pole Single Thraw 它的一個 最簡單的 控制品這樣 就是說 它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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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 一個磁的 這個設備這樣 然後 通電的時候 產生磁 然後把它推過去 把這個刀 推過去 然後形成 通路 還是斷路這樣 好 這叫 單刀 單子的 那我們用的大部分 都是 單刀 雙子的 所以是像這種 你在市面上看到的 可能大部分 都是叫 單刀 雙子的 那單刀就是 它的導通點 其實也是一個 但是呢 它可以 Double Thraw 它可以讓 BC導通 或者是 CA導通這樣 所以我們很明顯是說 這邊 這個設備呢 剛才還沒有通電的時候 哪一邊接通 是不是 B跟C 是接通的 那 這個C 這個點呢 我們通常就叫 common這個點 common C 共通點 common這個點這樣 然後 B這個點呢 我們這樣 就會講說 它一般的時候 英文叫 normal normal close close 就是導通的意思 這叫 normal close 的這個點 這樣 那如果說 這邊一般是沒有導通的 那麼我們就叫 normal open 就是它沒有導通這樣 所以就有三個點 所以我們待會兒 我們的設備呢 其實就是用這個 Single Pro 然後double throw 這種方式這樣 那這個是最普遍的 就是說 比如說 我一般的時候呢 就是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就比較說 我們設備就放在這個 AC這個地方 那平常是沒有打通的 那當我 輸入密碼正確的時候 那這個包丟過來 然後就搶一聲 然後我們的 這個門 可以打開這樣 那打開完之後 他就把這個 就把它關起來 就把它 就推回去這樣 就是 這種方式 這個最多 那我們待會兒還會來 回過來 走看 還會過來看一下 這個什麼接接這樣 那也有一個是叫 double pull 一個 pull 兩個 pull 這樣 然後single throw 如果當我通電的時候呢 A1跟B1 A2跟B2 兩個都連同 這叫 double pull single throw 這種做法 這樣 那當然也有 double pull 一個 pull 一個 pull 然後double throw 我們說 那一般這邊 一樣 這是 no more close 然後這一點跟這一點是 no more open 那這個是 common點這樣 就是double pull double throw 那一般你買到的 大概都是屬於這一種的 比較多 single pull double throw 的這種 激電器 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 剛才看到的這個激電器 這邊 會有這個 這個 主角的效果 這邊是自己的電 然後這邊 中間是通過 光 來驅動 那這邊是用我們的小電流 然後通過光 去讓你這邊 no more open 打通 還是no more close 打通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有一個 common點 共通點 還有一個叫 no more open 然後一個叫 no more close 我們必須知道說 這三個點裡面 誰是 common 誰是 no more open的點 誰是 no more close的點 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一般工作原理 當然就是說 用磁的方式 產生的 有些是感應的 有些是電動的 有些是電子的 有些是熱的 有些是光的 的方式 可以讓這個 產生導通的 這些情形這樣 那 鮮耗的輸出 可以是 一般是電壓 那你也可以 產生它是電流 那時間的激電器 我們可以說時間到的時候 就讓它導通這樣 溫度的激電器 就是加一個溫度的感測器 時間的量量的 time 溫度老闆做什麼 溫度多長的時候 那 這個 拿一個角 比如說no more common 就是跟no more no more open 就本來是不通的 現在可以把它導通 溫度多長的時候 讓它做導通 那這其實就是 其實都是我們前幾個系統的應用 你買好的時候還是就是一個 這個 MCU 一個MCU 然後再加上一個溫度的感測器 DHP 然後再加上一個relate 然後把這個 真字把它寫出來 那這就變成是一個 有溫度的激電器 那有些是速度 有些是有壓力 有各種不同的應用 就是配上MCU 然後加上你的 這種 你的感測 什麼東西 然後加上你的這個 激電器 你的relate 這樣形成的 一個應用 那 該講說 這個光的激電器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邊呢 是用光的方式 去 讓這邊導通 或這邊不導通的 所以它就是類似一個惡系體 我這邊有光過來的時候 惡系體會發光 發光的時候讓這邊導通 這種就是屬於 光的激電器這樣 那光的激電器其實就 看起來就比較這個 比較安全 因為 小電路跟大的電路 小電流跟大電流之間 它是 杜絕的 它是一個根絕的這樣 比較不會互相影響這樣 如果說這邊有電流的交流的話 交流的話 那這邊有閃電過來 那可能就影響到我們這邊的電流 可能就比如說它升高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電壓 那我們說我們的 騰電器呢 就只能 ROP在3.3 頂多到3.6 3.7 左右 你超過 通過的話 就會燒掉 好 那光的這個 這個 激電器呢 它基本上 也是用SonicState的這種方式 SonicState的relate 來實現 那好處就是沒有chup 像我們這個 有一個金屬的接電 當我們有磁力的時候 它就會 像這個就是 這個的話 就是 一般是接通的 叫normal close 一般是接通 那什麼時候會 什麼時候會不同 如果導電的時候 它會把它吸過來 這樣 所以短時間沒有導通 所以 你 如果是換在這邊的話 就剛好相反 就是normal 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open 然後導通的時候 它把它吸過來 所以 那 就看你這個 這邊是什麼 這些 這種機械式的方式呢 也是可以說 一般的時候呢 是導通的 然後 通電的時候 不導通 或者是一般的 那時候不導通 然後通電的時候 才是導通 這樣 這兩種不同的 這個 做法 好 那 單導體的這種 收益非常高 然後信賴性 信賴性也會比較強 那機械式的大概就是幾千 大概 算是千萬次 千萬次之後這個 可能這個磁場會不夠 或者是彈簧會失效 這樣 不過機械式的其實也是 也是可以放很久 很久的時間 其實也是還好 另外一個就是它會有 恰聲 如果有恰聲 就是它會有 恰的一聲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有金屬的接受 還是沒有接受 那如果是半導體的 sine state relay 就沒有聲音 那你不會彈掉 那也沒有什麼防震 這樣 那這個光的 這個機械 支流跟交流也可以 那我們這邊其實也是 支流交流都可以這樣 那基本 這個就是用低的電流 來控制 然後透過隔離 然後來控制高的電壓電磁 這個就是把光的 這個 這個偶和元件 稍微把它畫清楚 就是說 這邊是一個電極體 那這個電極體 是由 有沒有光來決定的 那我們這邊呢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LE燈 所以我們這邊 有LE的時候 我們把光 光弄過去 然後這邊就會打通 那導通我們就是說 那這邊有個磁場 對不對 導通就有磁場 那磁場呢 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水落把它吸過來 這樣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隔離 因為這邊是用光的方式 來控制 所以它就可以把這個大的電路 跟大電流 電壓的電流 跟小電流電壓的電路 把它隔離 那這個是一般的電極體 電極體其實是 就是最偉大的化明 像張宗盟也是 在德州 他有分一個 叫 HERBY這個人 這個化明的電極體 電極體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電極體 電極體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 一般的時候呢 這個C到E呢 是沒有導通的 但是呢 我們3號呢 我加了一個電流 就是在控制這樣 加了一個電壓 電壓過來的時候 那這邊會吸引電子 然後電子的時候 誰會導通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開關 我這邊通電的時候 那麼C跟E這邊 然後又打通這樣 那所以呢 電極體 晶電器通常就是用 這個 這個電極體 來控制這樣 那 電極體就是一個 半導體的元件 那裡面它其實 有很多 各種各種各種的功能 然後它可以去放大 就是把一個訊號放大 那我們在這邊 沒有用 就是他們可能在 那個 電極器裡面呢 就會講這個 電極體放大 就可以把小訊號放大出來 那我們用的東西可以做開關 就是讓它可以導通 或不導通這樣 啊 穩壓 這邊我們就不會用到 電極體其實功能非常強 但是呢 我們呢 至少被拿來做開關 這件事情這樣 那 電極體的話 它有NPN NPN 這個 這個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NPN的話 就是這邊施與正電的時候 那這邊會導通 那這邊會導通 所以還要簡單 那電極體 就有三支接槽 一條叫Base 就是這個Base的地方 然後一個叫Collector 這個電流 應該會從這邊進來的 還有一個Emiter 就是這個電流 會從這邊出去 這樣 這個Emite 這個電極體 好 那麼 講完這些基本的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做我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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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電器 激電器 我們有幫同學 做好 這個插座 基本上 這一邊 就是直接接AC 然後這邊 這是接我們自己的 設備 看你 看你 比如說你的 手機充電 就把你的手機的充電線放進來 加上你的手機 然後看你能不能 讓你的手機做充電的情形 然後要注意的是 哪一個接角是common 哪一個接角是open 哪一個接角是close 這樣 那一般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拿到的這個 這個 如果說你拿到的是 這種東西的時候呢 那我們怎麼看 好 所以這邊看起來 大概你就可以理解說 這一點 這一點 是common這一點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跟它沒有通電 它就導通 所以這一點叫 no more 什麼 close OK 一般呢 就這兩個線是相交的這樣 那這一點呢 這個這一點 就是no more open 也就是說 我這邊通電的時候 它才會把common跟這個 把它接在一起這樣 那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的應用 有兩方面嘛 對不對 比如說 門一開始就會鎖 像什麼叫 應急鎖這樣 門你關起來就會鎖 就是屬於no more close 這樣 我們把門關起來的時候呢 門自己會鎖住的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是 這個 要打開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 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的時候 那個短 短時間 那 如果說電子鎖的話 可能就是剛好相反 這個是我們中 中心有一個門 你把它這個 關起來的時候呢 自動就會鎖上 那我們來看電子鎖 要怎麼接 電子鎖的話呢 我們一般應該是 會接 只會接這個 no more common 跟no more open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那個有一根酸 我們那個 如果是我們的電子鎖 有一根酸這樣 那平常它是鎖住的這樣 那我們通電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頭 往後拉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門這樣 它就會打開了這樣 這個要注意一下 no more common 跟no more close 這樣 那我們呢 是用這個 我們是用我們的這個設備 我們是用我們這個設備這樣 那我們的設備呢 到底 common在哪裡呢 所以呢 我這條還沒有接 我來講一下說 我們的 這個 no more open no more close 那個點呢 是在哪裡這樣 好 那麼我們這邊呢 通常會接 no more open 對不對 為什麼 一個common跟no more open 那我這邊 導通的時候呢 這兩邊導通 那 我如果沒有供應電的時候 這兩邊不導通 所以我就可以對它做 開跟work no more open 跟common這一點這樣 好 所以我拿到濕度 激電器的時候 我們這邊 是 這兩點之間 就是平常就是導通的 所以這是content點 然後這個是 no more open 這是 這個是no more open 這是no more close 沒有通電的時候 這兩邊 你如果接這兩點 它就有電 通過這樣 你如果供應電 就是relay的控制信號 如果這個 我供應1的時候呢 那麼 就有電這兩個導通 就是說 no more open 跟他們 就導通 那如果說我們要做 智慧燈光的話 那我們到底怎麼去接呢 那我們大概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接 這樣 那因為我們的插座已經 幫同學 這個做好了 所以以前是 同學是 上課要自己 以前同學上課 是要自己去 剪這個線這樣 現在我們就 幫同學把這個線做好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們怎麼做 那我們先講說 我們這邊是接D8 就是用D8 這個當然就是會接到一個ground 然後這邊 控制的這個點呢 是D8那個點這樣 應該是 這個是接VCC 然後這是接ground 然後這邊呢 會有一個D8 我們現在是D8 這個線套線 接到一個relay這樣 接到relay的時候 其實它先接到一個電晶體 然後去做導通 做不導通 所以我這邊如果輸入1的時候 這邊就打通了這樣 所以呢 這個power 經由線圈 然後呢 通到ground 所以就產生失散 產生失散的時候呢 這個throw呢 就從normal close 然後變成normal open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common這個點 common這個點 跟normal open這個點 假如說我們有接到AC的話 那AC的電呢 就會透過common這邊 然後流到這個normal open 然後通過這個電燈泡 然後形成一個回路 那我們這個電燈就 就打開了 就會有燈的燈 那其實微波爐的直控板 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上次講說 用一個relay呢 就可以做這樣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呢 使用交流電 是有危險性的 那你尤其 你不能碰的是什麼地方 就是 我們這邊在接線的時候 以前更危險 現在可能稍微好一些些 就是說我們這邊 跟這邊 在接線的時候 不能讓它繡在一起 不能讓它繡在一起 所以如果這邊有線絲 那導通的時候 它就會有部分導電就會燒起來 這樣 而且你的手不能去碰 我們現在把這個做得比較小 所以你比較沒有機會 碰到這兩個點這樣 所以你的手如果 同時碰到這一點跟 這邊這一點的話 那你就導通 你的這個電就會流到你的身體這樣 這樣 那這個就會有點危險 所以 做的時候呢 小心一點點這樣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說 這個是我們的接法 那 我們 嗯 這個是如果說你有單一的設備的話 你就會這麼接 Power Power Ground接好 然後用一隻接腳 它是用D1去控制這個 那所以呢 它按的時候 就把common跟 common跟這個normal open把它接起來 那一般的時候是common跟normal close就會打通 所以你看看你的應用的是什麼 應用按例是什麼 那我們的接法會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不是用這個 我們不是用這個 我們是用我們的這個設備 這種設備 那你要注意一下說 這邊呢 是common 所以我如果說 把它轉過來這樣 上面這個點是common 那我們的normal open是這個點 所以呢 我們是要接這個點跟這個點 那我們在我們的第八跟接腳這邊呢 第八跟接腳是計電器 所以呢 第八跟接腳一定要有一個jumper 有個jumper 那我們這邊送一個1的訊號的時候 那麼它就是這個點跟這個點會導通 所以呢 這邊會形成回路這樣 那如果這邊有個燈泡 燈泡就會亮 如果是你的手機的充電線來充你的手機 那麼你的手機就會這個 手機就會開始充電這樣 所以你可以隨便找一個設備 來做這個實驗這樣 好 那我們的實驗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當然可以做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矩陣券盤會跟那個 就是第八跟接腳 第八跟接腳其實 不然就是第八跟接腳不要用 那就是你可以自動輸入8 然後 導通的話 好像不行接 就是說你8那根的話 就是那個 這個 因為第八就是剛好用到 所以 矩陣的接鍵盤 你可能就接D0到D7這樣 然後就可以做這個矩陣鍵盤這樣 你可以就是輸入密碼正確 然後就可以開啟這個門這樣 那開啟這個門 只是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電磁法 我們導通的時候 導電的時候 他這個一般的時候他可能就是這個 這邊門不開 那導通電的時候他就把這個縮回來 然後你打開之後 他就這個 又把它吐出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就做智慧燈光 就是當光 這個當光 這個用光明 我這邊實驗就是用光明 光明去做 那你也可以就是用自動灑水系統 就是說我這個土壤的這個濕度 那個這個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 啟動灑水系統這樣 那你就去 等於是說如果是遠端的話 就是一個是偵測土壤濕度的 然後送到雲端 然後雲端的時候呢 他會啟動那個 激電器 激電器的時候呢 就會啟動那個灑水系統 那他的激電器就開始灑水這樣 那這個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這邊我就用 這個溫度的 我們就用這個光 來做開關這樣 好 那我就做一下 那因為這個還蠻簡單的 所以還是我就直接給同學做 就是說 你那個 偵測到光不夠的時候 然後讓這個燈點亮 這樣子 就做智慧燈光 那我就不做了 因為 基本上你們應該是 應該是會 應該是會 這個應該是上 那我只是來教說 我們這怎麼接而已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用這個 我們這邊呢 他是十字的 這裡面是十字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有扁頭 但是我這邊只有兩把 所以 大家接的時候呢 就是 借著用這樣 當不用的時候就歸晚 這樣比較不會有問題這樣 好那我就 接給同學看 接的時候呢 我們最好不要接電 就是不要不要接電這樣 那我們就把另外一頭 這個是 再稍微碰一點點 好那上面這邊呢 是 common點 然後下面這個點 是normal open 所以呢 我們就會接到這裡 這樣 所以我們首先呢 就把它旋開 這樣旋開 然後呢 旋開之後呢 我們這個就可以把它插上去 插進去這樣 插進去這樣 好再把它插進去 然後插進去之後 再把它旋緊這樣 好 把它稍微旋緊一下 這個一樣把它旋緊一下 那這樣我們電路呢 就形成了這樣 那我來說明一些 沒有洽生的 那我們就是 我現在不做 我們就是 同學就要做光 就是比如說光 小於300的時候 那就開始 讓這個 鋁類 點那個 這個 啟動這樣 那我就來做一下 怎麼去使用這個 鋁類 這件事情這樣 那當然最後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個 這個接到 那個我們的AC 然後你要 這個光呢 其實是要接到 我們的這個 插頭裡面 所以你的 AC的 比如說你的 隨身會攜帶的 手機的充電的設備 就可以接到這裡頭來這樣 好 那我先來做一下說 程式碼 到那個怎麼用嗎 程式碼的話 那其實就是 8而已這樣 所以我們一樣 造一個project 按一個project 按一個project 按完project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去 用actuator 然後我們的 是 要設 第八根pin角 為output 這樣 第八根pin角為output 那 第八根pin角為output 那 我們就可以對它 下0 跟下1 好 那我就直接 right high 跟right low 那我用這個方式 來demo 我們拿到一個板子啊 我們什麼不知道 我們也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來做這樣 好 那我們就把它這個編譯 然後expo到 我們的 這個 NodeMCU裡面這樣 好 那當然首先還是要去連線 連線到我們的設備上 好 那 這一邊 這一邊的話 我就可以說 先 打開這樣 設 設 呃 8為output 然後呢 把它設為high 你看你有聽到 恰聲嗎 這代表我把它 這個導通了這樣 那我這邊設low 你聽到那個 恰聲比較小 它是一個release的 這個聲音 這樣 那我把這個麥克風呢 靠近我的這個設備 我們再來 聽一次這樣 好 我現在已經設output了 所以我這一次呢 直接設high就可以 聽到嗎 然後我這邊就把它關起來 聲音比較小的是把它關起來 這個 這樣的話 你就知道說 你的這個線路有沒有那個 那拿的時候很小心 你的手不要同時碰觸到這個點 跟這個點 那你就會觸電 這樣 你如果說真的這個有接到AC的話 你就觸電 所以 會聽到 有一個很慘叫 阿一聲這樣 所以 我們要小心 好 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邊有兩根 這有一根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這一種 這一種的 那如果說你自己有 你自己有那個 那個設備可以旋轉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 設備 來做這樣 好 我們轉給同學 就拿一個 一條線跟一個設備 謝謝